大家好 我是五仔 跟大家講時政的這一節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每個小時有新的影片更新 這集講什麼呢? 各位網友大家好 這幾年疫情三年 不知道大家找到多少 會不會有很多人說我賺不到錢 很嚴重 之前亦都說很多各行各業因為受到疫情關係 找不到 炒很多人導致很多人失業 很慘 但是近日有個網民轉述自己存錢的故事 他說這段疫情期間 他竟然可以存到一百萬 做什麼?他做賊? 不是啊!他做保安員 他走去做散工 竟然在疫情期間可以存到一百萬 很多網民都表示震驚 是真的不是啊?有沒有圖有沒有真相呢? 我們一起直擊一下究竟這位朋友 怎麼可以做到的疫情期間真的有機會存錢嗎?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 記得每天訂閱頻道 很多新的資訊帶給大家 多謝大家支持 在網上有一個網民 說到他自己 存錢的故事 做保安員 省工都可以存到一百萬元 就成為熱議了 就著這件事 我們一起看看究竟他怎樣 這位保安網民 或者這位網民 他是這樣說的 他說在疫情期間 他不是每個人都想著 做散工哪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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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 他反而做散工 竟然可以賺到這麼多錢 你猜不到 他自己在這個疫情前 開始出來找工作 開始做散工 其中就是做保安員的散工 很多網民都覺得 你保安員散工? 你可以賺到一百萬元 是真的嗎? 他放了一張照片 他在這個月 1月11日 做了半年定期銀行的存款 就一百萬元 利率5.25厘 哇!很厲害啊! 7月到期的時候 利息就有 兩萬六千多 兩萬六千多 很多人開始和他計算了 你怎樣可以賺到 這麼多錢呢? 在香港你做不做到呢? 一起研究一下 如果你是他 你自問你有沒有這樣的能力 所以有些人就說 我沒有這樣的能力 儲不到這樣的錢 網民就開始和他計算了 他說 你做了四年 儲一百萬 一年二十五萬 然後再除了 一個月大概是兩萬元左右 兩萬元左右 你怎樣儲到兩萬元左右 一個月 你做保安員 你打分散工而已 那你也可以 這樣也可以做到 好了 接著就說了 你三十日 即是一個月三十日 當他星期六日都做完 不停不休息 一天賺八九稅 即是說他日生是八萬元 八九 如果你只是計算儲錢 一百萬元 每個月不吃不住 要儲兩萬 八百三十三元 再成四十八個月 他說 你炒散再加保安 應該你買單計算 要超過三萬五千元才能生活 你拿兩萬元來儲 然後其餘的 是每個月的生活費 有人計算他 你做保安之餘 還要炒散 你每天做兩份工 這樣 周而復始 做足四年 你就可以得到一百萬 所以我說 有些人 香港 有另一種方法是賺錢 就是那種叫做 出賣你自己的時間 時間 經常說時間很寶貴 用了這四年時間 給他儲到一百萬 當然他不是賺到一百萬 他不只賺到一百萬 如果按道理去計算的話 就像網民那樣計算 你起碼三萬五元一個月 三萬五元一個月 你再成還 你起碼不只一百萬 那條數 但你要洗 你要吃 你還要屋糟 燈油火納 那樣 有人就說 你 我剛才計算你的數 兩萬 鬆一點 你兩萬鬆一點 其餘的尾數 你還要 你是不是先出來租屋住 如果不是的話 你要做到這個條件 起碼 你都要吃家 住家 你賺兩萬五元一個月 儲二千 洗五千 很強行 行心儲四年 有人就說 喂 到文變了 你想想 如果你賺三萬五元 你住家 其實你都會給家用 你家用的 有限 你不用交屋租 你家裡不用交屋租 可能家裡不用交屋租 那樣就要花費 家用 那是一塊錢 其餘的 你自己 那些限錢 拿來花 那些限錢 就不會到處去 那你這樣 很有恆心 去儲四年 你行不行 有些人行不行 有些人行不行 有些人真的行不行 我見過 我出來工作這麼久 我見過 有些人真的很拼命 他那種拼命的程度 超乎你想像 我說這樣行不行 你身體很軟 你隨時會 他晚上通宵查一份 然後日後 又做一份 他問我 你怎麼睡覺 我當你日後通宵那份 早上七點鐘 就下班 他回家洗澡 睡一會兒 睡一會兒 然後就開工 開工了 九點多鐘 做到下午三四點 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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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車 上班 下班 下班 縱的 最強的 走 下班 ya 五個小時,一天有你十九個小時出來賺錢 你每天到頭來每個月,你可以賺到的薪金是幾萬元的時候 我又覺得質疑 值不值得 大家想想,我要儲錢,儲錢有很多方法 賺錢有很多方法 我不說你節儂那一部分,就是你花多少 但你開完那一部分,我覺得有些問題 我不知道大家認不認同我的看法 你每天花十幾個小時 十九個小時,十八、九個小時 你換來的,只有雞稅那麼多人,那不合比例 你自己計算每天 20個小時,我當你一個月賺三萬元,你就自己計算 一個月做了六百個小時,我當你三十日 五百多個小時,你賺到的 幾萬元,你除了時薪,其實很薄薄 他自己這樣說,有人覺得 真的,你有圖,真的見到你做了定期 一百萬的定期 但是很多人都質疑 你要怎樣的情況下,你才可以做得到 他說 一年 存25萬 當他是公屋 住在公屋 很節省 一年要花35萬才可以 說到每天好像煙薄煙 回兩份工才有這樣的可能 他說 很肯定 這樣翻法一定是辛苦過回長谷 回兩份保安,24小時賺錢 有人為甚麼說一定要做保安 保安有得寫 尤其是通宵的保安 有時候很多人看到 找地方歇,睡覺 定時定後就閉大眼睛 耗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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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很多人都一樣 早上做一份工 然後晚上就去做這些大廈保安 你看到那棟大廈沒甚麼事件發生 你就在座頭上欺負 或者 躺在耳邊 不知道在哪裡欺負 你起碼有睡覺時間 將來就繼續這樣踩 周而復始 你想 他35萬才圍一年 其實不是很多錢 三萬元月薪 三萬元月薪 有些人說 你隨便打工到兩萬多 如果是 體力勞動 最基層的 你去搬碟台 很多都可以過到兩萬元 你開車也不止這個數 如果你開大車 不止兩萬多 不止三萬元 三萬多元一個月 其實你可以 就是這樣說 其實你打擊到你找到這個數 你就有辦法 用到一個辦法就可以儲到錢 如果大前提下 你不用交屋租 所以你應該經常說 香港 屋租是香港人的其中一個 最大的頭痛的問題 是不是 你像他那樣 如果你能夠 我不介意 用四年時間 閉關練功 儲了一百萬回來 賺三萬多元一個月 然後每個月儲兩萬多元 當你是零支出 沒有負資產 什麼都沒有 不用還卡數 沒有欠債類類的 又不賭波 又沒有氣 又沒有 嫖妥任翠全部都不對 這四年 我可以做到 但是你願不願意 你行不行呢 所以有人就說 這個疫情 在這個疫情裏 天氣製造了一些機會給人 有些人說 沒有供應還製造什麼機會呢 如果你預約了一份穩定的供 有些供應 都沒有影響 是不是 他真是 得起心肝 我每天想要下班都沒有活動 又說限聚令 又說不給堂食 又不會約朋友 沒有那麼多古靈精貴的東西 就不買東西了 家裡就鬥一下木 又說不給網上費用 其餘的基本生活支出 都很浪費 然後剩下的錢就拿來吵 吵了可能 到了這個疫情之後 他可能真的變了百萬富翁 真是不奇怪 很多網民都在這裡計算 他做些什麼 工種 炒散一個月可以兩萬多元那麼誇張 有些人可能就覺得他做些 防疫的事情 有人就計算他 你想想他住家的 給兩千家用巴 每個月支出 主要是乘車上網費 加上這幾年疫情根本沒有什麼娛樂 沒有什麼出奇的 有些人說不是炒股票 沒有東西做 炒股票炒得很糟糕 他都能儲蓄不少錢 這件事很多網民都認同 他說如果 尤其是 你做份保安在附近 可能在 家附近用步兵 走上班 省了車錢 省了時間 事在人為你會不會覺得是 我覺得其中一件事就是 如果你放在疫情前 我相信很多人都說做不到 這個世界有多少物質引誘你 但是跟你說 其實你可以放下這些東西 我相信有時候有些人會覺得 不可能 不強了 真的不強了 怎麼可以放下我們的夜生活 怎麼可以放下我們的夜生活 或者出去旅遊的生活 怎麼可以 為什麼可以 原來疫情 告訴你 真是可以 那時候過過花天酒地 一年去幾十次旅行 簡直去日本好像吃生菜 甚至東南亞、歐洲 不同的世界各地 夏天去哪裏 冬天去哪裏 叫你不要去 神經病 不要去 你真的不要去了 你留回家了 但是 告訴你 疫情 橫行 大家都不敢出街 大家都願意留在家 不會說 很辛苦 好像獨癮 不會的 可以的 原來 有些事實在人為 這件事也可以告訴大家 斷寫來的問題 有些事 在這段時間 大家有沒有考慮過 原來有些事 不是必須 穿名牌 穿漂亮的衣服 靠鞋、靠波衫 頭髮 設得好行 幾千元 設頭 等等 我發覺 根本不需要 根本不需要 戴著口罩 也是這樣出街 咧咧咧咧 也是這樣出街 整整齊齊 也是這樣出街 穿到新光頸領 也是這樣 原來有很多事 你真是歸根究底 想心一層 浪費了很多錢 在一些無聊的事情 這件事 告訴大家 有人覺得 他有沒有可能 這樣可以儲得 不停地研究 最重要當中我剛才說的 你能夠放棄所有的享樂 這件事 有人說 你找2萬邊可能儲得2萬 不用坐車吃飯 手提電話不用錢 供樓交租水電煤 政府幫你 不要說了 他說你做個老散 炒老散 2萬元也找不到 他說你如果 住家 找2萬 儲2萬 儲2萬 花5千 勉強說得通 他說 你要儲得100萬 又怎樣 沒事的 這樣 這100萬很少錢 但是對如果 一個叫做打散 炒散的人士來說 他這四年算是儲得快 有些人說 100萬 可以叫做首期 是不是 現在三四十萬 是首期 四五百萬的樓 所以你不要說不行 有些東西都是可以的 有些人覺得 方倉期間 賺得這麼多 有些 做方倉的可能 三四萬一個月 四五萬一個月 這段時間 他要閉還 那段期間 沒得你有娛樂 你就真的 值值 儲存了很多錢 這件事 可以告訴大家 事在人位是很重要的 當然 有人就覺得 沒可能 假的 有些人就覺得 是不是真的有好損盤 介紹一下 不過 重點是反而問 為什麼現在還有 5.25厘那麼高的呢 別管別人 人家真的 放了一張照片 的確是今年 一月十一號 某家銀行 不開名 就做到這個 年息有 5.25厘的存款 100萬 那麼 厲害了 靠自己的 能力去找 我都覺得 表示尊重 或者甚至 陰極 有什麼 很羨慕 這些不是羨慕 起碼人家做得到 你又做得到 所以在情期間 大家不要怨天怨地怨人 怨自己 壞財不育 為什麼搞到這樣 其實有時候 扭 方向 原來 錢 在你身邊 好了 今集時間到這裡 下次再說其他東西 拜拜 拜拜